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卫斯最新写真大出 赵卫斯 这位名副其实的网络红人 凭借其甜美的笑容和独特的个性 在网络上赢得了大量粉丝 他的照片 视频经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对分享和转发 让人们对他的关注度愈发增加 近日 赵卫斯又带来了一波惊喜 他发布了一组精美的写真照片 让人眼前一亮 这组写真照片不仅仅展现了赵卫斯 迷人的外表 更重要的是 这些照片背后传递着怎样的信息 是一种美的追求 还是对自我的表达 亦或是商业利益的考量 我们不禁要探究这些美丽背后的故事 首先 这组写真照片的拍摄地点 与布景都精心设计 无论是青山液水还是古典建筑 都为照片分添了一份失忆和情趣 然而 这背后的策划 布景 拍摄等工作 可能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 乐意和财力 那么 这样的投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回报 是单纯的美的呈现 还是更深层次的商业考量 其次 赵卫斯本人的造型和表情都极具作性和魅力 他在照片中展现出的不同面貌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 然而 这样的形象塑造 是否只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 还是承造了更多的意义 又或者说 这背后是否存在着更复杂的营销策略和商业意义 最后 这组写真照片的发布 引发了社交网络上的热议和讨论 人们对赵卫斯的关注度尽于不提升 然而 这种关注是否只是暂时的热情 还是能够转发为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又或者说 这背后的美的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赵卫斯个人的成长 还是为了更广泛的商业意义 综上所述 赵卫斯的写真照片不仅仅是一种美的展示 更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和价值的体现 我们应该从中去思考 美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如何理解这样的美 又该如何去看待其中的商业因素 或许 在追逐美帝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理性和思考 不被表面的光纤手迷惑